这是15岁时郭麒麟第一次登场演出 台下的郭德纲一步也不敢离开 短短的半个小时的演出 老郭在幕后从头站到尾 即使台上郭麒麟表现还算不错 下台后还是被老郭痛骂了一顿 这位堂堂的德云社大少爷 历经到此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 年幼时的保守 初中时的辍学 在别人眼里 他似乎是富二代 是新二代 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但现实真的是如此吗 早些年的郭德纲走南闯北 12岁前 郭麒麟一直生活在天津的爷爷奶奶家 这是2002年的时候 14年前 在我6岁之前 我可能就见过我爸一次 语气虽轻 但多少听出了无奈 2010年时 德云社失去了两大靠山 郭德纲的师父侯耀文 以及他的伯乐恩人张文顺相继离世 本想着失去了靠山 还有左膀右臂的两个儿徒 可不曾想 这成为了他的一生之痛 德云社元老何云伟 李静先后退出德云社 一波未平 一波幼稚 2011年1月18日 这一天是郭德纲的生日 那个被他视如亲儿子 被江户上称为得到郭德纲真传的曹经 在一众弟子前 磕头谢尸 退出了德云社 那一夜 郭德纲仿佛失去了一切 也是在那一天 一个少年在角落里 目睹了这一切 他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也许正是从这一天起 这个还没长大的孩子 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半年之后 还在上初三的郭麒麟想明白了 大林找到父亲 亲口告诉郭德纲 他不想上学了 当郭德纲听到这句话后 他以为孩子在学校受到了什么委屈 可接下来大林的一句话 让郭德纲沉默了 我想成为一名相声演员 像您一样的相声演员 话语中带着决心 带着心酸 也带着委屈 郭麒麟退学之际 郭德纲深情地写下了 给儿子的一封信 信中的话感动很多人 我儿子 十八了 一名麒麟 我本不愿而从意 奈何 人自有志 无法横拦 但有几句话 要说清楚 人生一世 极不容易 登天难 求人更难 黄连苦 无钱更多 江湖显 人心更显 春冰薄 人情更高 我不希望儿子大逢 人红麻烦多 江湖子弟 拿得起来 放得下 身边人 很重要 钱才要珍惜 但不可看得盼重 至于交友 吃点亏 也无法 我儿切记 但行好事 莫问 前程 喜欢相声固然不假 但这何尝不是一位缺少父爱的孩子 想帮助自己父亲的举动呢 因为德约社没有直系亲属为师的规矩 所以大林拜了父亲的搭档 于谦为师 于谦虽为师父 但对他最严格的依旧是自己的父亲 人家背书 郭德纲要求三天一拼 而大林却被要求两天一拼 为了儿子拥有更好的发展 郭德纲每天都送儿子去大观园练习 对待郭麒麟 郭德纲从来没有心软过 天下爹娘没有不疼孩子的 你宠着外边那些人不是全是他亲爹 你把他骂够了 他出去之后就没有人在骂他了 你说你骂他好 还是让外人骂他好 对啊 天下没有哪个父母 不希望孩子成才的 就像郭德纲说的那样 学可以不上 但书一定要读 不仅要读还要多读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 郭麒麟学会慢慢成长 那个时候 郭德纲的事业迎来了巅峰 曾经人言稀少的德云社 转眼就变成了座无虚席 或许你该认为 大林的好日子该到了 可事实恰恰相反 在德云社工作的郭麒麟 每个月只能领到五千元的工资 这笔钱放在北上广 显得多么寒酸 尽管拿着这样的工资 郭麒麟心中并没有什么埋怨 在他心里 始终贯彻着一个理念 有多大能力就应该拿多少 可少班主的日子并不好过 2015年月云鹏相声专场时 郭麒麟作为助阵嘉宾 表演阴阳无形 结果台下演来一片虚声 所有人都能失误 但郭麒麟不能 郭德纲一下台就痛斥儿子 骂到半夜还不解气 没有别的原因 只因他是德云社的人 只因他是郭德纲的儿子 似乎从知晓郭麒起 他的名字就叫做郭德纲的儿子 他一直都活在附近的阴影中 成年人的这崩溃 每个成年人都有 老话嘛 不如意识长八九 可与人烟五二三 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分享你的痛苦 他体会不到的 没有人能和你共情 2016年时 大林做出来一个重要的选择 继续说相声和减肥 短短时间内 大林从一个200多斤的胖子 一跃成为一名120斤的帅小伙 80斤的差距 不知道大林付出了多少汗水 你说是来这人间走一遭啊 其实都是 别白来 得留点什么 大伙看不出来 自己也得看 在这个颜值及正义的年代 大林很快就出圈了 同时他的相声风格 也逐渐凝固 他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稳重大方 似乎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 只是烧欠火候 郭德纲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大林不仅在德云社 闯出了自己的名堂 还在娱乐圈中站露头角 也是在这时 大家对大林的称呼 好像不再是郭德纲的儿子 而是第一次被人叫做郭麒麟 为了这一改变 大林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 2016年12月29日时 郭麒麟在北京出演了话剧《牛天词》 可能怕郭麒麟看到自己影响演出 郭德纲悄悄坐在了观众席 演出结束后 郭德纲站在了大林面前 大林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就给郭德纲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他的头埋在附近的怀里 那一刻 大林释怀了 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好像所有的辛苦 委屈都哭了出来 郭德纲则一直不停地拍着儿子的背 抚摸着儿子的头 良解过后 郭德纲牵着大林的手 向大家鞠躬感谢 郭麒麟则像个乖巧的孩子一样 一直被爸爸紧紧地拉着手 这一刻 所有的心酸泪水都已经消散 他终于得到了郭德纲的认可 大林好棒 大林不哭 大林不哭 不哭 有人统计过 郭麒麟自从出演了庆余年后 在短短的一年里 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综艺节目 十四岛 郭麒麟的人气 一度超过了父亲郭德纲 紧接着 2020年到来 一场全球性的事件 导致德云社风向一整年 400多名德云社艺人 面临失业下岗 即使是家大业大的德云社 一时之间也无法承担 如此危难之际 何人能挺身而出呢 这一局 那是一局 三次的一局 有点热心的事件 是一局 有点热心的事件 是一局 你热心的事件 是三次的一局 有点热心的事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